-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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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welcome back 歡迎回到游谷門外汗 我知道我最近已經非常不常的在更新頻道 There is some reasons,there is some reasons 當然最近遇到期末 然後再加上寒假 我有一些事情要處理 所以之後呢 我會拍一部影片來稍微解釋一下 接下來這個頻道的動向會是怎麼樣 那麼今天我們要來持續喔 這個大概兩三個禮拜以前 我們就已經開始的List Week List Week 排行週 Woo 今天呢我們要來做的是 Top 50 Songs of 2018 也就是2018年的前50大歌曲喔 這邊說的是歌曲並不是單曲 因為以單曲來說 其實它算是一個比較狹窄的範圍 擴大到歌曲之後 當然這個排行就會變得比較不那麼精確一點 但是 Yeah 歌曲範圍總是比較大的嘛 所以Yeah that's good 而這個排行的名單大概也算是 我們從之前一直排到現在 唯一有在乎replay value 就是這個一首歌 它可以被重複的播放幾次 你不會膩的這種感覺 來做一個算是基礎 因為對我來說一張好的專輯 它其實不一定需要這種replay value 但是對一首歌來說 你怎麼樣聽它不會膩 其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評分的標準 那麼這邊順帶一提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This is a new angle This is a new fucking angle 其實因為之前做的這些影片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這個攝影機就是直來直往 然後也沒有什麼角度什麼的 對那最近其實寒假也比較有時間來做 就是稍微敲一下這樣 稍微弄一下 Yeah it's good It's good here So yeah let's Let's get into it Before we started 我忘記把Firejohn Misty今年的新歌 納入了這個前五十大歌曲的名單 So let's make it 51 我們今年就是前五十一大的歌曲 Yeah 我非常喜歡Firejohn Misty今年的這張 God's favorite customer的開頭曲 Hang out at the gallows 它是一首非常chill 非常groovy的歌曲 還有非常棒的instrument 樂器的表現 尤其是在鼓的部分 Firejohn Misty的vocal也是非常非常intriguing 在歌詞部分呢 其實這首歌也有非常有趣的發展 算得上是引人深思的一首歌 而當然這整首歌的氣氛呢 也帶出了Firejohn Misty 他所想要表達的 在這張專輯他想要傳達的就是 他自己在對抗一些自己心理的心魔 非常非常棒的一首歌 如果你喜歡的是這種 比較folk rock一點的歌曲的話 It's a great track 首先來到第五十名 有這個非常經典的hip hop artist Zarface跟MF Doom的這首Bomb Throne 他們一起出了這張collaborate album 其實我個人來說算是非常的enjoy 有這種他們兩個都非常擅長這種 cartoon 卡通的這種hip hop style 而這首歌真的是super catchy 有那個harmony那種riff 爵士鼓的這個beat也是非常的出色 這首歌也有這種MF Doom 他這種old school throwback的這種感覺 如果你是他們的舊粉絲 肯定會非常喜歡這首歌還有這張專輯 49名的是seniogudi跟他的樂團 Egypt 80的Last Revolutionary 這張project相較於今年的其他的一些 jazz project來說 我並沒有特別特別的喜歡 但是這首歌卻是一首非常棒的jazz hitter seniogudi他的這個sox風的表現 還有這種非洲打擊樂的influence It's just so good so well arranged 48名呢是Mitsuki的Nobody Mitsuki呢在今年的2月呢也準備來到台灣 那我個人也目前在思考 到底還要不要前去朝聖一下 這首Nobody可以看到 他在這首歌的詮釋裡面 這種conflict 這種矛盾 算是寫得非常的有趣 感覺起來就是一首非常happy 非常的這種upbeat的歌 但是這首歌的情境啊 歌詞方面 其實都是非常的lonely 非常的孤單的 而我非常喜歡這首歌 在有一個轉調部分的表現 在吉他tone的部分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有趣 非常的interesting 而且這首歌甚至有一點這種disco的influence just so good 47名呢是George Ezra的Shotgun 這首歌大概是我今年少數可以enjoy的這個pop song just so happy so catchy 不過這首歌也算是 George Ezra他在這張新專輯裡面 我唯一可以enjoy的一首歌 在bass非常突出的表現 還有George Ezra的這個vocal delivery just so nice production的部分呢 也算是做得非常確實 不馬虎 而且這首歌我甚至常常在 各種奇奇怪怪的地方聽到 甚至在國外 46名的是Courtney Barnett 他的新的這首算是有點fork 有點rock的need a little time 非常groovy的吉他跟鼓配合上 Courtney Barnett他這種非常clear的vocal詮釋 有非常catchy的副歌 還有這種非常noisy 很fuzzy的吉他breakdown 在synth piano的表現呢 也算是為這首歌有這種畫龍點睛之妙 45名呢是J. Cole的Kevin's Heart J. Cole這種非常lazy的flow配合上的是 這種很奇怪的keyboard的聲音的melody 這首歌也非常生動的寫出了人對於lust 對於這種欲望的這種掙扎還有對抗 在vibe的部分呢 雖然是一首非常chill的歌 但是在歌詞方面則是異常的沉重 drinks的blue from the dark 是我們的第44名 非常詭異的吉他鋼琴跟弦樂的配合 vocal的部分也採用的是男女合唱的方式 增添了這種整體的很歪斜很詭異詭訣的氣氛 It's just a great starter 然後在這張專輯裡面 他也算是一個相對chill相對冷靜的存在 43名呢是The Carter夫妻的這個 完全展現了JZ跟Beyonce他們的這種氣勢 這首歌有非常heavy的beat Beyonce在這種非常高高在上的vocal delivery 真的是讓人覺得有這種女王的fuel 這首歌還有這種讓人感覺非常epic 非常史詩的keyboard riff 這個track真的是一個極度到位的炫耀的歌曲 再來的42名呢是J-Rock的Redemption 算是來自TDE的最強的corroborate track 有J-Rock有Kendrick Lamar還有Saza 非常多的R&B的元素R&B的influence 而Saza在這首歌裡面的vocal表現 也真的讓人感覺到有那種redemption被救贖的感覺 這首歌算是J-Rock在自訴自己遇到了他的人生的非常重大的事件 一場車禍的前後的變化 算是真的強而有力非常具有說服力了 41名呢來到的是我們的Against All Logic的I Never Dream 非常intriguing的這個鼓的表現 尤其是在他的副歌的breakdown部分 還有一些非常fun非常有趣的keyboard melody 在vocal的表現算是幫這首歌畫龍點睛 而整首歌的atmosphere真的有這種throwback的感覺 40名呢是我們的 Kanye West的I Thought About Killing You 是這張夜夜專輯的開頭曲 算是有帶出了整張專輯的主題 也就是 Kanye他自己的自我懷疑甚至是心理疾病 重複不斷的riff呢非常的catchy 加上了一個算是扭曲很奇怪的效果耶 Just so interesting 我也非常喜歡這首歌他在後面有這種旋律的變化 Kanye West在這首歌的flow表現 其實真的會讓人感覺他在跟這個他的聽眾 他的聽者對話 I mean yeah it just so good 39名呢是Ivest Tumor的Noid 這張專輯算是我今年最喜歡的project之一 這首歌這種很weird然後clear的這種tone 真的算是非常的特殊喔 而他還有這種非常old school的melody 甚至有點80年代disco的這種influence 在drum pattern的部分呢我個人是覺得非常的精彩 越來越chaos的這種鋪陳 也真的是讓人眼睛一亮 38名呢是我們的beach house的新單曲dive 這首歌其實我在他們出了新專輯之前我就有聽過 而這首歌也算是我對於這張專輯非常具有期待的一個原因 這首歌非常優美又非常hunted的vibe Vocal在revert的效果也是做的恰到好處 這種非常steady的bass drum呢 其實也是鋪墊了整首歌的atmosphere 一個非常重要的工具 後半呢他加入了吉他的這種元素 其實也讓整首歌變得更搖滾了一些 drum pattern呢其實他也做了一個改變喔 讓整首歌在後面其實就變得節奏比較明快一些 37名呢有我們的daughters 有這種極具壓迫感的這種siren的聲音 以及非常heavy的這種drum的表現 邪惡不確定性的這種感覺算是非常明顯 而不對拍的vocal表現也讓這首歌的這種混亂感提升 在副歌部分的keyboard表現其實也讓整首歌的層次算是更堆高了 36名呢是我們的pushati的the games we play 有這種super catchy的鋼琴的riff push the flow跟這首歌的tempo 他的配合算是非常的有趣 it's just a great heavy banger James Faye突破自我的singlepink lemonade呢是我們的第35名 這首歌有這種pop還有rock的fusion James Faye在這兩種曲風裡面算是找到了一個非常妙的平衡點 然後再加入混合一些old score的這種元素 算是James Faye從來沒有嘗試過的這種風格 而其實我覺得這非常非常適合他喔 在吉他的表現還有vocal reverb的效果都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接下來是我們的第34名Gorillas的humility 有這種非常chill非常funky的vibe 在vocal部分的那種大聲功的效果其實真的算是非常的有趣 Calling the world from isolation I mean it's just such a fun catchy tune 33名呢我們有Cure Cure Bonito的新歌Make Believe 非常simple非常簡單的這種很可愛的cute song 樂器部分不管是在鼓的表現還是在keyboard的表現都非常精彩 vocal呢當然也是Cure Cure Bonito他們的這種signature 非常sweet非常甜美的聲音 chorus部分呢則是非常非常的catchy 32名呢My boy My boy It Good Ghost的New Vectors It Good Ghost的新EP喔真的算是 It just blew me away 這首歌在bass還有鋼琴的那種三音爬音的部分 Just so great Vocal的表現也是非常精彩喔 他已經是近乎是那種女高音的表現 Just it just so 啊 這種非常快速的木琴的performance It just so great It just so great 這首歌有弦樂的表現 然後還有後面這種dubstep的breakdown 真的是運用得非常的合疑 第31名呢有Naz的Not for Radio 這是Nazir這張專輯的開頭曲喔 一開始就非常的powerful Escobar Season Begins Hoo Hoo Harmony和聲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epic 非常的史詩 而在Naz的Flow還有在Production的部分也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出色 而我也非常喜歡他的鼓的表現喔 尤其是在那個 I think they're scared of us 後面的那個鼓 It just so great 30名呢有我們的Super Organism的 Super Organism 當然他們在明天 他們在明天就要在台北的這個The Wall 來進行這個現場的表演 那我會去 Yeah 是一首非常cute 非常catchy的vibe 算是一個相對嘈雜的 Electronic pop track 主歌這種不和諧的keyboard 整首歌非常誇張的beat vocal lazy的表現 其實讓人感覺是 活在一個非常快樂 非常carefree的國度 So yeah Super Organism 明天非常期待可以看到他們的表演 29名呢是Post Malone的Rockstar 我知道這首歌不是去年釋出的 But it's in the B&B album And the B&B album It's in 2018 So yeah I guess that's it Just don't Don't argue with me Don't Don't do this 整首歌非常壓抑的感覺 跟Post Malone所唱出的那種swag的感覺 算是有這種很強烈的對比 這首歌在beat的部分我個人算是非常喜歡 也算是整首歌的靈魂啊 21 Savage它的這個feature也算是非常地 decent And this song it's just super catchy 其實一開始我並沒有特別喜歡這首歌 但是在今年的年末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常在repeat這首歌 replay value everyone replay value 28名呢是我們Sophie的Face Shopping 有Sophie非常sexy的vocal 再加上這種極度激進的beat 還有這個非常詭異非常奇怪的hook I mean it's just so good It's just 在bridge the高音的表現 It's just 啊 整首歌真的是非常bouncy 那種彈跳感 就是 And this album This album is fucking great This album is fucking great 27名呢是我們Anderson Peck的這個brothers Keeper 非常喜歡這首歌在intro部分的吉他表現 Verse的部分不管在這種jazz drum或者是beat的表現都非常精彩 Pushati的出現其實真的是非常的out of blue 非常的讓人 怎麼突然出現了 What 算是一種驚喜啊 它的flow呢配上了harmony還有beat It's just so epic so heavy 而我覺得在這首歌有這個轉換節奏的bridge 其實也是這首歌的靈魂 最後的弦樂跟bass表現 It's just so good It's just so good 26名呢是Travis Scott的Stargazing Ol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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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t me stargazing 有非常heavy的beat post chorus的這種假音的vocal It's just so good 當然這首歌少不了這種很hunted的background vocal 這首歌真的算是一首非常棒的hitter 然後也是這張專輯非常棒的開頭曲 來到我們第25名John Prine的When I Get To Heaven 這首歌算是一個近乎對話的一個track 其實也表現了John Prine他對於生命的這種豁達 歡樂的氣氛喔 其實真的看不出來他對於死亡的恐懼 而這也是這首歌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價值 And it's a great great country tone 然後這張專輯呢其實也是我非常enjoy的一個project 24名呢 They're back! They're back! Arctic Monkeys的4 out of 5 這首歌完全展現出了Tranquility Bass Hotel & Casino的這個 鬼爵的氣氛 Alex這種非常挑逗的vocal表現我也是覺得非常精彩 這種非常dark非常黑暗的bass還有其他的表現 就是so great 也襯托出了整個這種非常haunted的atmosphere 23名 Lil Wayne Mona Lisa 非常epic的鋼琴的bass notes 當然還有非常heavy的beat 而Lil Wayne Kendril Lamar 他們都是非常非常厲害的rapper 然後他們的flow在這首歌裡面也是非常非常精彩 當然這首歌也可以聽到Kendril Lamar 這首歌也是我去年重複非常非常多遍的歌曲 再來我們第二十二名是 Jenelle Monáe Jenelle Monáe的Django Jane So powerful It's just such a powerful performance Jenelle Monáe的flow其實真的是讓你覺得WOW WOW 再來歌詞還有在內容content部分 你其實可以感覺到他想要表達的一些statement 非常的霸氣然後非常的激情 Tone的部分也非常合余的整張專輯 Dirty Computer It's just It's just And yeah it's a great album So I bought this I bought this 21名呢來到的是我們Parpet Chords的這個Wide Awake 非常bold非常大膽的try 非常的funky 然後還有這種非洲打擊樂的influence 吉他的這種strongming It's just so good 還有這種非常raw 非常不假修飾的vocal Man I just 我真的很難跟你講我多愛這首歌 二十名了 終於有我們重金屬的歌 Ghost The Rats Rats 真的是每次提到這首歌都要唱一次 這個這一段 其實我必須要承認 一開始我並不是很喜歡這首歌 因為我覺得 It's just so pop It's just so pop influenced But come on Why not like this song 這首歌非常非常的catchy 以pop 以流行的角度來說 It's a great track 然後有非常棒的production 而且它還有非常棒的樂器的表現 然後那個彈舌 The Rats It's just so good 但是我確實覺得 這首歌在吉他solo的部分 並沒有那麼的精彩 But yeah It's a great track It's a great catchy track 十九名呢是我們的 M&M的Lucky You 這首歌真的大概是我去年的最長repeat的hiphop track It's just so good Just so on fire Journal Lucas跟這個M&M他們來回這種互標速的這種表現 It's just so good 然後再加上有這個bell這種鈴鐺的這個riff Journal Lucas 不過我必須要講 其實這首歌我真的聽太多次 它的這種缺陷其實我也聽出來了 那就是它的beat太雜太散亂 不過我個人是覺得瑕不言語啊 因為你如果把這個focus都放在M&M跟Journal Lucas上面 其實你真的會覺得 Yeah the beat is nothing 而我也非常喜歡這首歌在歌詞部分的表現 Journal Lucas跟M&M做的是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是一個非常非常精彩非常出色的highlight 18名呢是我們的Azap Azap Rocky的Praise the Lord The Shine I came a soul I came a soul Praise the Lord I break the Lord 就我個人而言呢 我覺得它其實是2018年最catchy的一首hiphop track 那種口哨聲還有非常heavy的beat Azap Rocky這種非常懶散的flow 也真的是讓人覺得 Yeah it's just so catchy 讓人真的是朗朗上口 17名呢是我們的Brockhampton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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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Brockhampton的1999 Wildfire 當然2018年的Brockhampton 釋出了非常非常多非常棒的歌 而1999 Wildfire其實是一首比較sweet的track 其實是會讓人回憶起以前的種種 然後又有這種文心感 而在歌詞部分其實也把Brockhampton他們 這種成名前後的對比寫得非常的生動 而當然這首歌也沒有收錄在Iridescence這張專輯裡面 But it's a great track It's a great great fucking track 第16名呢是來自於Black Panther的Album的Ten 但其實我也是在聽過這首歌非常非常多次之後才知道這首歌喔 對應該它叫Ten It's just so heavy 然後那種大鼓的表現 It's just bang 真的是讓人感覺非常非常爽快 然後當然還有Cangelo Lamar穿梭在左升到右升到的那種感覺 Somebody pop a day hold up Somebody can relate hold up Somebody can relate It's just so good This song is just a pure fucking hitter Fucking banger 15名呢有我們的Earl Sweatshirt的The Mint Navy Blue在這首歌裡面的Feature 它真的是非常適合這首歌非常的fit in 在鋼琴的Bass note部分 Just so great 當然也有那種非常刺耳非常crabby的riff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catchy喔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首歌整體的atmosphere 還有那種crumbling 快要崩塌崩潰的那種感覺 14名呢是我們的MGMT She works out too much 非常棒的synth pop vibe 電子鼓的表現極微的有趣 在drum pattern的部分呢 則是讓人覺得非常complex非常的複雜 Vocal扭曲的效果也是做得非常的出色 副歌的部分喔也非常的catchy She works out too much The only reason it didn't work out It's in every workout 在歌詞的部分呢 也真的是極為的聰明 非常的smart 然後又非常的funny 13名呢 Denzel Curry的Claude Cobain 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hunted 真的是感覺整天都環繞在你的腦中 在歌詞的部分呢 當然也是引人反思啦 它其實也真的算是一首越聽越喜歡 越聽越洗腦的歌曲 第12名呢有我們的Tiler the Creator的Ocra 今年呢當然它並沒有釋出這個Falling Studio album 它只出了一個類似小小的聖誕專輯 但是今年呢它有非常多非常精彩的singles 還有live shows 而這首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heavy 這種極度低沉的bass 而我也非常喜歡這首歌鋼琴的intro 11名呢是我們的idols的Denny Nadal Come on It's the best punk song 2018 這首歌當然也講述了這張專輯裡面 非常多concept之一的這個移民問題 它是一首非常野蠻非常straightforward的punk track 而我非常非常喜歡這首歌在那個prechorus的build-up stew-up and I mean it's just damn catchy 欸欸欸欸欸欸 妳的跳過 Ndy Nadal Co 一個算是比較experimental 比較實驗性的專輯 Borning House Reach 而既然他有這麼多的experimental tone 為什麼我還是喜歡就是 最經典的Jack White的這種 很straight的rock的聲音 所以就其實對自己有點失望 然後我覺得 Yeah But it's a great track It's a great rock Great crazy rock track 吉他的tone非常的精彩 然後在鼓的部分呢 他的聲音也是非常的unique 算是只有在Jack White這張新專輯裡面 才聽得到非常獨特的這種drum sound 第九名收入在我這個今年算是 最喜歡的Jazz record之一的 Heaven and Earth裡面 Kamasi Washington的Fist of Fury Such an epic track Man Kamasi Washington他的Soxx風表現 真的是無可挑剔 在鋼琴的表現呢 則是這首歌的一大highlight 在Harmony 在Vocal的表現都是可圈可點 這首歌也算是一個致敬 我真的太喜歡這首歌 雖然這首歌 也算是非常的長 但是每次聽都覺得 Oh man Just so good Number 8 Number 8 爵士樂Back to Back Bella Marquette的Swim Swim 當然這張專輯才算是我今年最喜歡的Jazz record 算是帶有極高 Experimental 實驗性元素的Jazz track 非常喜歡這首歌的這個算是班舟型嗎 Banjo的Riff It just so catchy So weird 在Vocal的部分呢 不管是他的Performance 或者是Production的部分 真的都是讓人覺得非常的詭異 至於在鼓的表現呢 也就是 It just so good 整首歌就是非常去有魔性 然後 非常東方 非常Eastern的atmosphere 第七名我們給到的是 Childish Gambino的 This is America Damn This single is fucking good 這幾乎也可以算是Childish Gambino 他的 One of his best track 就是非常簡單 然後非常Heavy的beat 非常直白的歌詞 直指現在的 這個美國發生的社會的一些議題 而其實我個人覺得 也是非常的Lucky 非常幸運 可以得到回響 然後也拍攝了這個非常成功的MV 引起軒然大波 It just a great song It just a great track 第六名呢 我們要進入的是更Hardcore的世界 Death Grips的Blackpaint Man 這張專輯 真的是我2018裡面最喜歡的專輯之一 而Blackpaint已經幾乎不是一個 Hip-Hop track了 它已經是一個Experimental的Rock track 大概裡面也有非常多Pump的元素 吉他的重複Riff It just so good 這個 非常Heavy 非常的Catchy 而MC Wright的Vocal It just hard core as hell 而其實你也在 不管是這首歌 或者是在這張專輯裡面 你也可以感覺到Death Grips 一直在尋找一個全新的tone 然後在持續的Experiment B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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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名呢是我們的Yamantaka Sonic Titan的這首 Dark Waters 這個樂團的新專輯真的算是Pull Me Away 這首歌非常的bright 然後又非常的dirty 非常的dark 不管是在performance或者是在production的部分 非常奇怪的tempo 然後還有這種drum pattern vocal的reverb效果非常的精彩 在後面的這個吉他配合keyboard solo 也就是... 第四名呢是我們的Judas Priest Trader's Gate Judas Priest is back with a fucking decent album 當然這首Trader's Gate對我來說是 這張專輯裡面最精巧的設計 從一開始這種非常chill的吉他的build up 到了power chord出來 然後再加入了鼓 然後是breakdown 然後vocal再進來 之後呢又吉他的solo 整個結構是非常的緊實 會讓人聽起來覺得非常的豐富 非常的具有這種飽足感 整支整首歌都讓人覺得非常的爽快 And that's metal man That's heavy metal 再來solo的表現呢 也非常非常精彩 It's a great It's a great metal track It's a great metal album 再來進入我們的前三名 第三名呢是Kitsy Ghosts 的Feel the Love I even bought this shit I even bought this shit Just because of that song 好啦其實也並不是這樣 因為這張專輯當然在國外很搶手 然後現在 可能要買也不一定買得到了 然後呢那一天呢在逛街的時候 就突然找到 Wow I can bought this in Taiwan 然後我非常喜歡Fel the Love 然後我也非常喜歡 純上風 還有這個封面 So Yeah I bought this one I bought this 也算是2018年裡面的project 我唯一買的一張final 當然大家也非常推崇這張專輯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Yeah 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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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ature呢也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當然還有那個 Man it's just so psychedelic 而在轉換tempo的部分呢 當然也是這首歌的一大highlight Man it's a great track It's a great song 再來我們第二名呢是 HaruN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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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再來咱們的第一名 Our number one pick 2018年 Best song Best song Which one Which one Kaliwuchis feature Tyler the Creator After the storm 非常的chill catchy的RMV vibe Man Kaliwuchis他的這種非常sexy的 Vocal performance 還有Tiler the Creator他的非常精彩的feature Man it's just so 那這首歌我在第一次聽 就覺得有一種Redbone的感覺 就是那種RMV的vibe 非常的chill非常的groovy 其實我覺得這首歌當然有的人會覺得 非常驚人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 Yeah it's a great track It's okay it's okay 我覺得這就是個人喜好的問題吧 那他在樂器表現他的bass line 他的鼓 It's just Man 還有Boosty Collins Man Yeah great RMV pop track 然後這首歌呢是我2018年的首選好不好 首選的歌曲 So yeah that's all 2018年的前50大的歌曲 對這部影片我錄了一個早上 So yeah I hope you enjoyed that 然後如果呢你的年度最喜歡的歌曲 並沒有列在這些名單上面的話 Go fuck yourself It's my personal opinion It's my opinion It's my opinion 那麼當然接下來呢 還有這個大魔王就是年度的50大專輯 希望我可以很快的出片 So yeah that's all for today 然後 Yeah I'm so happy that I've done it I've done it 然後我現在終於可以去吃午餐了 Yeah fuck Fuck the world Fuck the world 有什麼想法可以在下面留言 想要我review什麼 想要我聽什麼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Yeah 那麼按讚訂閱不要忘了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下支影片再見囉 再見囉